淡水第一漁港老舊的長題搭配夕陽就像是一幅圖畫 每到假日都會吸引許多遊客 為了讓孩子們了解關於淡水第一漁港的故事 淡水國小美術班的老師就邀請文化工作者阿中哥 來講解發生在漁港的許多事 並且作為學生未來製作微電影的背景素材 相當有挑戰性 淡水第一漁港位於淡水老街尾端 每到假日就是許多觀光客到此遊玩的地點 老舊的長題搭配淡水夕陽就像一幅圖畫 而為了要讓淡水國小的學童 能夠對在地的特色文化有更深刻的了解 日前淡水國小美術老師帶著上班的學生 來到淡水第一漁港 邀請在地的文史工作者陳許忠 來教孩子這裡的過去早期的樣貌 還有漁業文化 然後有老師 實地帶小朋友來這個淡水 這個河岸互有漁業文化的地方 做一個實地的了解 我想會對小朋友的 讓小朋友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就我在國中小的教學經驗裡面 我覺得我們在這個鄉土教學 像這樣的實地的參訪 是有相當的需要 文史工作者表示 在地的文化教育應該從小做起 第一漁港曾經是漁業文化相當豐富的地點 但水國小老師表示 淡水第一漁港明年將會有不一樣的外觀 而這裡也曾經是許多電影拍攝場景 因此老師籌劃一年的課程 要教學生拍為電影 記錄下這邊的各種故事與記憶 留下孩子們對於家鄉的環境認識 所以我們要想讓現在我們的小孩子 認識自己的家鄉 認識自己在地的一些特色 那可能未來這個地方會有一些改變 所以在改變之前 我想要帶領的小朋友去認識這裡 然後了解這裡 甚至用他們的角度來說故事 透過他們的角度來瞭解這個地方 那當有一天他回頭看的時候 他會更珍惜自己的家鄉 然後在意自己的一些文化 為了要讓孩子了解淡水第一漁港的故事 邀請文史工作者阿中哥 來講解發生在漁港的許多故事 並且作為學生未來製作為電影的背景素材 現場學生用筆記寫下漁港的點點滴滴 還用手機拍下現場的場景 當作是場刊 而回家功課就是創作300字的劇本故事 作為拍攝為電影的腳本來源 藉此讓孩子不只是學到在地文化 還可以寫出故事製作成作品 相當有挑戰性 記者許多一的宣傳報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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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